嗨大家好我是王旭 今天非常緊急要今天要拍的這個影片 現在是9月8號的12點多 在9月7號8點發生一件大事 YouTube界的終極之戰 有戰場對決廖老大 他們兩個在8點前後開播 為什麼他們兩個會槓上呢 今天就來講講他們的這個恩怨時 然後跟我對他們這兩個人的看法 一切的一切要回到今年的5月15號 那我待在直播的時候他要整直播的註點 這個人可以跟他學習如何直播 廖老大說他自己跟對面是現在目前直播上最好的人 開台同時可能會有幾萬個人觀看 那連什麼藝牙館什麼長都沒有他們的好 現在沒電話待會最多紅就叫我買到我 那你如果連什麼藝牙館什麼長那有 那還沒辦法多了還要幾千人 這就是這句話讓館長整個抱歉 於是之後的直播館長也推進了這件事情 他就說對他現在其實真的沒有廖老大這麼好 那在這邊感謝廖老大提起我 因為小弟我遠遠的遠遠的不如 跟講難聽一點舔你的腳趾頭都不夠資格 是做直播不是要經營一時的 是要經營永久的 他就說看看廖老大比如說半年 還是一年後還可不可以像現在這樣子 那這件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 一直到了8月31號 也就是一個多禮拜之前 廖老大面臨了飲料店的加盟糾紛嘛 館長在8月31號晚上直播就講到這件事情 但館長一開始他其實是蠻客氣的 說實在話蠻厲害的 因為我們有這個能力啊 五百間耶 畫風一轉他又講到說 還記得五月多的時候那時候 廖老大說他現在是最紅 館長這張嘴喔 真的還蠻足的啦 三個月前吧 我也唱這句嘛 我們再來看人多久 我本來是說到年底啦 我本來是以為到年底啦 好像也沒有到年底啦 那非常快幾天後9月3號 廖老大的直播中就講我介入正常的事情 他就是劈啪的街頭罵了一頓 吃到人一頓多年齊而已 都開了 電車房不用去了 因為他吃到人就不用去了 吃到人你不要去運動 外面 我跟他走就好了 你聽到我 我看了三四十幾個人 健身房我看他怎麼去 啊你娘 誰在這裡國產車 噗 誰在這裡國產車 公主上賣點了嗎 你不用賭明天老師還是保持人 你買不去人 你用氣成健身房 這番言論的館長非常生氣 於是館長也在 通天9月3號晚上開直播講的這件事情 大致上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健身期 這個風氣是很兴盛的 也沒有像廖老大說的那樣 那麼的不堪的 而且健身房平均下來 一天只要30萬塊 比廖老大一杯的飲料還要便宜 健身房這段就吵得非常非常的兇 就是因為館長的這番說 也沒有到年底的這番話 引起廖老大不滿 廖老大直接說館長 批評他的店會倒 你給我直播 跟廖老大聊1.41 你這個在哪裡 噗 你這個你講的哦 你這個在哪裡 只要你問他媽媽 你這個三個就到了 你別人幫你告的啦 這次要你出來生命了 以上大概是這次世界的名額 那在9月7號的晚上8點 他們幾乎同時開直播 那廖老大直播的內容大概就是 館長說他的店會導引起的恐慌 所以他要館長賠償他的損失 而且他也解釋說 健身房不要去又沒有說 陳吉思汗就是館長的健身房不要去 館長隨後直播也針對這件事情反擊 他就說那照你這個邏輯 潔尼龜說台灣沒快車 又沒有說你廖老大沒有快車 潔尼龜說台灣沒有快車 你就可以跳出來 你說台灣健身房不要去 館長卻不能跳出來 這個很不合理 館長說得好像挺有理的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他們PK到底是誰比較佔優勢 廖老大是在臉書做直播 他的臉書直播一開始衝的蠻高 大概有七萬八萬個人 可能接近十萬 只是他講完了 這個以後瞬間掉到可能一萬八千 因為他後來就在賣他的公路老金 館長的直播隨後上 館長是在YouTube做直播 他的就比較平均 大概都是有在四萬多 三四萬在跑 比起廖老大前面衝很高 後面在講 館長其實在這邊是贏的 廖老大跟館長其實蠻像 他們這個暴行模式 跟後面的一些形式的風格 都還蠻像 對 時事敢言敢講 他們憑著自己的風格 快速的吸粉 這也是他們一樣的地方 他們不一樣的地方呢 模式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 廖老大的模式 比較像是 在跟小孩子講話的爸爸 他什麼都會跟你講 比較不顧形象 像有時候是翹兒腳 有時候是邊抽菸啊 他講一個主題會 一直一直重複 你可能看了他的直播 五分鐘 十分鐘 怎麼跟一分鐘 講的東西是一樣的 就是一直repeat 然後把這個節奏拖很長 然後中間夾雜的一些 看似有內容 其實聽起來好像 也沒有在講什麼 其他內容的一些話 館長的直播模式呢 他直播畢竟經歷比較久 我自己覺得蠻好看 就是平常有時候也是 掛在那邊聽館長的聲音 其實也蠻療癒的 館長他的內容很多種 比如說解決粉絲的感情問題啊 講一些兩性之間的問題啊 講一些以前工作 講一些他以前當兵 人生的閱歷 他可以用更好的描述方式去講 而且他故事很生動 而且他可以掌握他一個獨特的節奏 開始搞笑的時候呢 粉絲就會說啊 問號問號問號 黑雞杯長這樣 吼 你的老二就長這樣 啊你就這樣這樣這樣 當然也沒感覺 拿在那邊啊 跟你娘七八咧 你怪我的東西 我覺得館長在節奏這塊 他帶的非常的好 剛演出的時候他可以演出 比如說他處理自己克服的事情啊 或是有人來克服的事情 這種他可以演出 遇到政治的時候 他該生氣的時候可以生氣 該搞笑的時候他可以搞笑 一兩個小時的直播 他這個節奏是帶的非常的流暢 我覺得那是他的一個天賦 他的經驗跟他本身的這個天分 跟他表演的這個東西 有辦法把他串起來 變成非常完整的一個模式 這是廖宇達目前欠缺的 當然廖宇達他只不過可以 拖到一兩個小時 就會變成說他單一個主題 然後又用同樣模式一直走 不像館長 有時候生氣 有時候開心 有時候演戲 有時候裝傻 有時候賣牛 館長的表現可以非常非常的多 那再來講工藝 其實他們兩個都有做 非常非常多的工藝 館長的工藝比較偏向是 健身相關的產業 比如說 辦一些運動啊 然後支持選手啊 那廖宇達的工藝就focus在 狗上 愛狗上 那再來是產品 我覺得現在是廖宇達比較弱的這一環 那當然這個比較不公平 因為館長畢竟他出他的周邊商品有一段時間 而且他也僱用了比較多的團隊 一直去從中學習 所以現在館長的衣服 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你們可以看這支影片 我開箱了這支影片 那廖宇達因為我沒有一直抱他 但是我有看到他幾個產品 比如說他出的工藝杯子啊 工藝毛巾組 我自己個人覺得比較偏普通 而且杯子組真的很貴 雖然他是說他有做工藝 個人啦 會比較欣賞說 我做工藝 我就乾脆直接把錢捐過去 那買你產品就貴 買產品 再來呢我要講 他們最大的不同 初包的地方 我覺得不同 歷年來我看館長的直播 他初包都是講 政治人物怎麼樣怎麼樣偏袒 這種初包 但是你說這種是初包嘛 其實不是 因為你講藍綠的就會攻擊你 你講綠的藍的就會攻擊你 在政治這個議題上 他是比較偏向個人取向 廖老大這次初包的地方 是他針對一個公共的議題來講 健身房這件事情 很明顯的 就我自己來講 廖老大是真的講錯了 他去佔平民 佔你有沒有錢來決定 可是你佔這個的時候 真的會造成比較多人的反彈 我覺得最大最大的求人就是 炫富跟不停 或許廖老大不是這樣 可是就我看到的影片 他三部五時就說 你有沒有開老師來師 你有沒有開什麼什麼 我身家幾億幾十億 早期的館長肯定也會 三部五時把現金搬出來 現在館長其實在這一塊 他比較不會這麼的直接 其實不得不說其實館長這集的是成熟 蠻多的 最近這幾戰 我真的會覺得說館長講話是有道理的 最後一段館長講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他覺得廖老大就有一點像是 以前他的自己 其實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成長的過程 就當你進入某一個領域的時候 你最快學習的方法就是 跟著前面人的步伐走 雖然他是一個非常非常有歷練的老闆 生也做得很成功 現在非常有錢 可是他大陸直播 突然有這麼多的眼光注視著你 突然你有一個明星光滑的時候 一般人真的很難去適應吧 會膨脹的比較快 就算是廖老大就算是這麼經驗的豐富老闆 在這方面要教一些學分 館長也是一直有在聽一直有在感 最後的結論會很主觀啦 我自己覺得不管是在 親近度上或是這個人 你會不會想要聽他直播 會不會想要跟他相處 館長跟這個方面真的是完勝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對館長跟廖老大的 我的終點是知道什麼看法 歡迎你們留言 那當然也不要忘記 訂閱一下我的影片 畢竟這支影片上 可能我又是熬夜一整天 把這支影片剪完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 第一次重視 大家快點 我們會期待 那臣牛